上次我们讲了意大利最有代表性的起泡酒 PROSECLE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起泡酒 Cava Cava Cava呢非常简单 就四个字母 CAVA这个就是Cava的英文字 那之前我们讲到的这些原产地保护的这种AOC啊 DO啊这种级别的酒 他们这种俗称PDO级别 也就是原产地保护的这种酒 都是代表着一些葡萄酒产区 而这只Cava呢 它虽然也是受着原产地保护的 但它代表的是一种酒款 而不是一个产区 因为和之前讲的一些起泡酒不同 Cava的葡萄可以来自西班牙很多不同的产区 虽然说它使用的大部分葡萄呢 是来自西班牙的东北角的 一个叫Catalunya的 就是靠近巴塞罗那的一个地方 你会发现很奇怪 意大利跟西班牙的厂起泡酒的地方 绝大多数都在东北部 但它也可以使用葡萄来自其他产区 比如说里奥哈产区 塔网呢也是有着非常长的 悠久的这样的酿造历史 那它跟香槟还不如塞克 最大不同呢 一个是它使用的是当地的葡萄品种 主要是使用当地的三个葡萄品种 但它也可以使用国际品种 像霞多利也是经常被使用的 而它的特点呢 是它的酿造工艺 使用的是传统工艺 也就是说它跟香槟 是使用同样的工艺的 如果你不知道使用香槟 是怎么一个制造工艺的呢 可以看我之前讲香槟的那一集 所以也就是说它也是追求酵母 制容所带来的那种面包啊 饼干呢这样的味道的 同时呢 它也会有这种柑橘类的 还有花香 而在酸度上 因为它厂区的气候的条件呢 它的酸度呢 是不如香槟那么高 而在甜度上呢 它和前面两者一样的 它有不同的甜度了 比如说我手中这只呢 就是brute级别的 brute级别就是极干型 那后面有个非常小的字 写着brute 那另外一只我刚才拿到这个呢 就是半干型了 半干型就明显的带点甜 same dry就是半干型 就是明显带点甜 这酒可能大家看 就眼熟啊 很久之前我就用过这只酒了 现在都还没喝掉 在从喝的角度来想 我确实对这个行业的贡献呢 是非常小的 那既然它是使用传统工艺 那它跟香槟呢 一样的 它也是对这个酵母 在瓶中放了多久 有一定的规定的 比如说普通的卡瓦呢 它至少要在酵母在瓶中 要待上9个月 香槟是12个月 那普洋瓦它有好几个等级 除了普通的卡瓦以外呢 再上去呢 就是增长级 reserve 那如果是reserve呢 它的酒尼呢 就要在里面待至少15个月 那再上去呢 就是特级增长 就grand reserve 那这个酒尼呢 就在里面待30个月 也就是说等级越高 酒尼在瓶中待的时间越长 也就会带来呢 更重的 更明显的这种酵母 滞龙带来的氛围 比如说烤面包了烤饼干了 这样的氛围 那现在呢 卡瓦也有出一个单一员的级别 但是不管它怎么样 卡瓦在大普通消费者 严厉的形象呢 一直没有办法被改变 还是属于低价的 廉价的级别的 但是卡瓦 如果你找得到好的话 它确实能提供非常好的性价比 特别是那些喜欢喝香槟 又觉得香槟价位太高的 那些消费者来说 好的卡瓦 是非常好的代替品 那讲到卡瓦呢 我们就必须要讲一下这两个酒厂 就是这个酒瓶上 你有看到的这个Code New 这个酒厂 还有这个呢 之前有讲过 你有看到过的这个酒庄 叫做FreshNet 那两个呢 都是非常大的酒商 也是最大的葡萄酒 气泡酒的厂商 同时也是最大的卡瓦的制造商 他们两个在一起呢 可以说占据了西班牙卡瓦 生产量的 接近70%至少了 那像FreshNet呢 它也是一个集团的 它有很多品牌的 除了这支西班牙卡瓦 是它的传统的产业以外呢 之前那个意大利Poseco 它也有做 之前有看过那意大利Poseco 如果你是喜欢香槟的消费者 那你就觉得香槟价位太高了 那我是建议你尝试一下 这种干型的卡瓦 也许你会找到非常好的评替困